好,我們來看一下 YouTube現在大家幾乎都有用過 有看過 但是怎麼樣去管理你曾經看過 或者是你喜歡的內容 有沒有 你會發現說 除了別人在Email裡面傳給你的 或者什麼Line給你的 你去看的話,事實上現在有很多人在經營 所謂YouTube頻道 也就是說他現在把它做得像電視台一樣 就是比較 有系統的,或者是比較有 內容式的 定期或者不定期去發布他 新的東西 那麼你可以看到我們從這邊 你進來之後,事實上左手邊 這裡我點一下,有沒有發現左手邊 那麼多 只是大部分都沒有人在用而已 我發現啦,大部分大家都只會用 關鍵字嘛 如果你想要管理一下 你自己的頻道,我會在這邊 叫影片管理員 你可以看到 我這邊有一個播放清單 有沒有 在這邊有播放清單 那我找一個給你看看 就是我的部落格 我的部落格 這邊其實會有連到我的 YouTube教學頻道 YouTube教學頻道 你點進來之後 其實就會連到那個清單裡面去 因為我的影片比較多 所以如果說 你直接看一段一段分開的影片 事實上各位應該是不好找 你看 我直接看這邊的影片 上傳的影片 這麼多你要找好不好找 因為我都是 雖然我有找01,02,03 但是你要找還是不方便找 所以我會把我要的 我自己的 那這裡面不一定是你自己上傳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 比如說 也許你是研究上 或者是娛樂上也可以 你有用到的 我就整理成一個播放清單 那麼下次要找事就比較容易 假設你找歌手的 那你也可以把相關歌手 就整理成一個播放清單 我就不用那麼麻煩 每次都重新再找 因為有些可能你要經過幾個 那你選好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加到 新增到你自己的清單裡面去 新增到你自己的清單裡面去 那 這個清單 並不是說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公開的 你可以公開 也可以不公開 所以 如果是我研習的 我基本上就是公開的 有沒有 像這些我都公開的 所以我在分享的時候 我就會像這樣 直接去分享 這幾個 你看到就是當天的 就那一次的延期的內容 不會招經體 你說看一段 然後又跳到別段去 好 像這樣我就把它整理起來 那也有一部分 可能是 我自己覺得怎麼樣 我是 跟數位學有關 或者 我們要共用的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鎖頭 表示說什麼 這是我私人的 我自己整理起來 參考用 並不是要對外公開的 這個是 您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在YouTube裡面 事實上 它有一個叫做播放清單 因為我發現 絕大多數人都沒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會造成一個情形 你自己 就算你有按喜歡 可是 以後你要找這個內容 方不方便 不方便 你有沒有發現以前 你有喜歡的內容 可能那個影片就被移除了 大部分這種情形 就是那個是有侵權的 因為有可能你看了 比如說是院線片 還是說一些歌手的 那個沒有經過 就是同意的 那被放出來 所以可能一段時間 會被人家檢舉 那 這裡面呢 這裡就有講了 有沒有 怎麼去建立 你的播放清單 就像我們剛剛一樣 你喜歡的也好 或者是 有看過的 你想要把它保留下來 你就自己建立一個自己的清單 把它勾起來 那不同影片 可以放在不同的 清單裡面 也可以把它放在同一個清單 所以你的清單可以很多個 可以很多個 這是第一個 再來 基本上 因為各位要自行上傳的 應該是比較少 對不對 你比較少 會把自己的影片 放到上面去 那所以這個上傳限制的話 你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以後你想要上傳的話 預設 如果你沒有通過 就是所謂的手機認證的話 一段影片是15分鐘 最長 那麼如果你有通過 手機認證 因為它會傳一個簡訊給你 通過的話 它就不限時間 原則上應該是一個小時左右 一個小時 因為要上傳一個小時 要上傳很久 影片 一個小時也要上傳滿久的 所以大部分 就是你 比較早期的 你可能都是 沒有通過的 就是要經過 要15分鐘以內 當然你可以 補正這個程序 那就OK 你就可以補限制 因為它能夠找到你 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是誰放的 這樣了解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事實上 你在Google YouTube裡面 YouTube現在也是Google的 對不對 你做過的 任何的搜尋紀錄 或者你有按 喜歡的影片 它實際上都有紀錄 都有紀錄 所以其實如果說 假設你上面這些都不做 也沒關係 你一樣可以從上面這裡 這裡 有沒有要搜尋紀錄 你一樣可以從這邊 有沒有 去找到你曾經 去找的那些資料 還是可以啦 不過通常我還是比較有 有系統的整理 我會比較好找 畢竟 紀錄 不整理的時候 那個66等很多 對不對 這個是 順便跟大家稍微提一下的 好了 至於影片的下載跟轉檔 可能工具很多 工具很多 我有放在我們的相關軟體面 事實上這裡就有 這裡有 有兩個有沒有 包括的就是你要影片下載 甚至直接轉成什麼 MP3的 這是用軟體的方法 那也有雲端的 我放在這個火狐 剛剛各位不是有用的嗎 對不對 事實上這裡也有一個 火狐裡面 我最常用其實是火狐的 比如說我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去Youtube 找到任一個喜歡的 好 講的是這個 找到一個你喜歡的之後呢 在我們的這邊 這邊我看一下 不見了 好 在我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這個 你們的版本我都把你加進去 這個廣告就不用了 這不是真正那種 真正那種是這一段 對不對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按 直接下載 通訪我是比較喜歡這種方法 因為它不只支援Youtube 還有其他引擎網站也都可以 也都可以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直接從這邊直接抓下來 那這個呢 我們剛剛那個叫做火狐的 這個叫做附加元件 附加元件 跟Google那個應用程式一樣 你可以從這邊 給各位 安裝在裡面的就是這個 叫Download Help Download Help 所以其實 說真的 火狐上面這些好用的很多 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萬一如果你有需要 把Youtube影片抓下來 其實你可以嘗試看看用這種方法 它只要是能夠抓的 它的這個圖就會出現 它這個圖就會出現 這個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 好 好